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算缺点 相反 这种臭可能会留出一部分忠实粉丝 但光靠粉丝效应很难在如今的旗舰级市场立足 你要去思考怎么把产品体验做得更完善 那Z60Ultra做到了 我们叫它更好吃的臭豆腐 作为Z50Ultra的补完版 Z60Ultra跟它相通的部分 咱们今天一笔带过 建议大家跟上期视频回看一下 这台手机在今天酷安好评如潮 因为努比亚非常知道他们的粉丝想要什么 外观简直是红膜之外的正统MIX5 803配合充电宝级别的大电池 三摄这次也都是很有看透 问题来了 如果小重机开始改进缺点 价格也变得合适 你有勇气换掉自己现在的手机 去真金白银地支持他们吗 这个咱先搁一边 长视频不易 这个我们更需要大家的点赞支持 哈喽大家好 我是花生 几日不见 甚是想念 本期视频由对对对大草莓独家赞助播出 不开玩笑 真的很嗨很好吃 屏下摄像头刚刚出来那阵特别的火 各家要么是曝光专利 要么就是微博修工程机 结果到今天量产的只有小米跟中兴 不是 小米已经没有动静了 那三星也只有在上万块的折裂屏上才用 那我们严谨点 努比亚是你目前能买到最便宜的屏下摄像头手机 先不说效果 咱就说这次附送的贴膜 它是完整的 咱们先给个好评 上市Z50Ultra 咱就说工程师费了半天进稿的真全面屏 随随便便被一个挖孔的膜给破工了 那这回可就舒服了 真全面屏是努比亚Z60Ultra的竞争力 但我们也要知道为什么大厂不跟进 归根到底还是有妥协 为了照顾自拍 诺比亚前面这块屏幕区域像素就得更小 得让光透进来嘛 但小像素相当于小灯泡 相同的电流 小像素达不到其他部分区域那么高的亮度 那大像素区域就得迁就一下 所以Z50Ultra手动全屏白底亮度才540多 激发亮度也才700多点 而Z60Ultra首先把手动亮度拉到了600nit 追平了同样是京东方Q嘴家的1加1R Pro 还新增阳光模式 打开后激发亮度可以解锁到1000nit级别 室外能看清了 至于小像素那儿 亮度顶不上去 就遮着瞅做一个小太阳图标 这方案很熟悉吧 但高亮度换来的结果就是Z50Ultra 你把亮度条拉到五分之一 你是几乎看不到小圆孔了 而Z60Ultra亮度条差不多一半 你都能看到屏幕上下面一小圈 红的像烧平了似的 最低亮度还会有中间按 两边亮相开了天眼 伴随着偏移角度 摄像头跟其他部分的屏幕 偏色一个红一个绿 角度越大 色差越大 再有Z60Ultra激发状态下 它这个屏幕六块区域最大值 差了63nit 上代只有41nit 统一500nit下 Z60Ultra亮度差 46nit 上代是23nit 250nit下 Z50Ultra亮度差已经是个位数了 而Z60Ultra还有32nit的差值 第二 因为屏下部分需要透光 前置这部分像素就不能做得太密 还是为了迁就整体的效果 Z60Ultra屏幕横向只有1116个像素点 再加上它6.8英寸的大屏幕 PPI跟魅族R1那块1080P差不多 所以相比于1.5K这个说法 1.1K可能要更贴切 第三点 老生长男的自拍 效果相比于上代可谓是游戏有用 说它喜是因为它遇到光源 HDR算法会介入 一些高光能压下来的 并且之前若光一抹黑 今天五官也都能拍清楚 所以在顺光情况下 你戴个口罩戴个眼镜都能顺利解锁 那U是因为一遇到逆光 尤其是头顶或者你旁边有个电灯泡 人脸解锁大概率就会失效 并且它从50Ultra的23毫米变成了24毫米 涉叶加了一些 像素也从1600万降到了1200万 光线好的时候细节会稍有退步 面目肤色从冷白皮变成了辣黄皮 当然这些提升还是为了让人脸解锁 跟验证的成功率变高 Z60Ultra的自拍 依旧是会吓到女孩子的水平 肤色极其难看 还助大一个朦胧美 稍微有点光源 直接变身彩虹纹加影分身 打微信视频电话 在对方手机里看到的画面 即便是经过压缩 Nubia依旧是一眼差 有网友就是因为微信视频画质太差 选择了退货 好在如果你不用前置 这块屏幕的观感 还是正常的Q9家的水平 相同模式下 Z60Ultra的白底看着更暖 可视角度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错 护眼也没有落下 它高亮度有LADC 低亮度是2160Hz的高频调光 250Nit Z60Ultra屏幕功耗 0.68W 差不多是三星16的水平 而Z50Ultra 0.85W 明显高出一节 亮度提到500Nit 京东方Q9家功耗上的劣势开始出现 作为一块1.1K屏幕的功耗 1.56W 由于上代的1.76W 但还是比2K的16还高 所以这就是目前国内量产最先进的真全面平方案 如果你常年用深色模式 或者不太喜欢关了灯 低量的玩手机 那我觉得真的问题不大 那为什么没有大厂跟进呢 那因为销量已经很稳定了大厂 不需要通过这种有代价的美来证明自己 那这样做了可能会带来大量的售后 带来的收益远远要比这个代价要小很多 归根到底就是厂商思考的立场不同 小众宁愿牺牲一部分实用性 也要确立亮点打破重围 而大厂如果一定要做 看看三星 它宁愿让屏幕常年多一个模糊的小窗 如果你觉得丑就不会买 那如果你买了 三星就要保证自拍 跟面目的验证 这些日常体验的顺利完成 而我相信买这台手机的朋友十有八九都是充着颜值去的 那虽然Z600Ultra的平摘比比上代没有什么进步 但这种直角边框加小圆角确实有种很特的气质 背面巨大的浅望长焦 硕大的红色圆圈镜头 贯穿机身的黑色布纸 右上角类似莱卡标的小logo 所有的所有都明显比上代多了几分姿色 不过伴随着影像升级 Z600Ultra带模裸迹来到了248克中 有人可能会说 6000毫安时电池你是一点不提 但只看电池 你看隔壁红膜9pro 6500毫安时电池重量也才229克 那归根到底还是影像 稍微计算两台手机的每平方毫米的重量 还是Nubia Z600Ultra更坠手 它带模将近9毫米后 算上镜头最高处凸起达到了14毫米 在桌子上敲敲板非常严重 加上为了迎合这种硬朗风格 Z600Ultra背面所有的凸起都直上直下毫无过度 主摄跟长焦 凸起的程度还不一样 那可真是横看成领侧成风 远近高低各不同 前往这个最脱出的小哥楼 我每次看到都想给它摁下去 红膜不是刚打包不平吗 建议把努比亚给加进去 看微积分的拆机才知道 因为主板没有镂空 Z600Ultra的长焦模组是直接盖在SoC上面的 除了更突兀 对散热的影像 我们稍后说 讲实话 Z500Ultra的手感我觉得还好 但到Z600Ultra 不带壳 我真有点无从下手 手机特别的滑 方方正正的从桌子上拿起来 还特别的费劲 竖着拿 因为头中脚轻 不怎么稳的 横着我 摄像头这也会非常的歌手 怎么说的 除了能打打电话 这手机必要的时候还能防身 这儿大家发现奇怪没 Nubia三个镜头这次都离得很远 原因就是它三个镜头这次都带光学防抖 说有冷知识 镜头的光学防抖组件带有磁性 放太近就会相互干扰 也想工作 当年iPhone X的双摄 主摄有光学防抖 长焦没有 那可以放一放 但到iPhone X都有光学防抖 就不能贴贴了 所以苹果在中间塞了个闪光灯 Z600Ultra配色还是老三样 我这台银色比伤太浅 Z502X那种淡金色 这次变成了淡银色 看着更年轻 一到五分 你能给打几分了 而这次我比较喜欢它这个黑色版 因为它黑得非常的纯粹 还能淡化各种元素的突兀 红黑也是经典搭配 而星空点藏版 从Z18开始也是老传统 到今天已经无代了 拿出去绝对能让人眼前一亮 果然奴比安还是忘不了梵高 随机附送了透明塑料硬壳 背面不再是大天窗 为了照顾宽度 壳子只薄四角 但因为背面不够贴合 用下来几天比较容易进灰 打油也特别的严重 所以如果不考虑防摔 我觉得可以整一个超薄硅胶壳 丹东九九草莓来了 颗粒饱满 心形外观 丹东九九草莓来了 外表鲜亮 香甜可口 产地直彩 新鲜直过 各大又好事 对对对对 两金庄 三金庄 顺分 公布 对 草莓 都可以拿 哈哈哈哈 草莓 来了 真香 哎呀 公布还是有点错 拿起手机打开闲鱼搜索花生说 点击举报 也没有关系 对对对 拿起手机打开闲鱼 关注花生说 评测机 大草莓 还有钢化膜 新度不如行动 拿起手机 一千够棒 丹东草莓那么好吃 我就在吃 别别别 如果我们要讨论 Z60 Ultra 是不是更完善的 努比亚超达杯 根本绕不开系统 从MyOS到14 安装版本号来到了14 那以往这一部分 我不会去说什么 但如果你在用一些 32位应用的APP 比如我在用的 哔哩哔哩干净版 那Z60 Ultra上 已经不能再安装了 MyOS 14 新增的属性里 感知比较强的 就是飞屏 不对 努比亚叫智慧屏 背景给做了猛版 图标看着更清爽 并且你还可以新增 各种各样的小插件 桌面还新增的大文件夹 你可以选择是9个小图标 或者是三大四小 如果你不喜欢APP下面的文字 也可以在设置里 设置成无字模式 下达通知栏的背景 也会跟随上一个图层来变化 设置界面的图标更扁平 在设置里进行一些设置 退回到桌面 再点回去 MyOS 13 会直接切到最初级的菜单 而14 还会记住之前的位置 上回数我们说 努比亚的MyOS 主要是学橘子 不过 当我真用了一段时间 仔细扒一扒 我愿意称之为 安卓系统博物馆 这个设置界面下沉 有点三星万一万的影子吧 锁平界面上滑工具栏 手电筒 云助手 计算器 录音器 华为直呼内行 不过有一说一 努比亚设置成这个 左下角上滑呼出 比华为的误操作概率要低 中间还有一个酷跑 你可以快速开始记录你跑步的配速 你还真别说 我跑步的时候 就总望提前打开 真运点好这个情绪 刚打算跑的时候才想起来 然后又要站好几秒 去找 去开始这个记录 这种感觉就特别的不好 所以努比亚这点小巧思 我get到了 如果说MyOS系统 有什么不同于大厂的优点 那一定是广告少 系统自在软件非常干净 这个优势对于小体量厂商 是个不错的路子 本身这个体量不够 靠广告营收也未必很多 那就干脆直接取消 在消费者这儿捞个好 唯一遗憾的是 打开浏览器 主页还是有各种信息流 它第三方图标重绘 常用的软件也有很多 甚至比一些一线大厂做的还好 像多拼协同 应用流转 这些涉及生态互联的 努比亚也都不缺 不过目前的固件 跟动画相关的 它做的都不够好 Z50 Ultra从锁屏进住面的一瞬间 这个壁纸会闪一下 然后看了一下 MyOS13下的Z50 Ultra 是进住面前 画面模糊会愣一秒 反正就是每一台 都不够顺滑 包括这种毕童的感觉 会藏在系统的各个小角落 我也遇到过 开了自动翻转后 偶尔一卡 把我这个桌面卡成了CarPlay 相机拍完招 相册里下来不出来 你得翻到上一张 再翻回来才能看 这都是一些 比较小 但很让人烦的小问题 像AI大梦形这种功能 目前也都是期货 现有的语音助手 更是非常智障 跟他说我饿了 他问我想试什么 我就跟他说了 结果他没动静了 后来才发现 他这个不是在问我 而是就是一个应答 没有后文了 能问他今天适合洗车吗 什么都打不上来 反正全靠网页搜索 我买的这个是12加256G的版本 但跟其他厂商不一样 努比亚是默认关闭内存拓展 结果25个软件后台再次打开 直接没了一大半 这个表现连魅族都打不过 手动打开内存拓展后 还是没啥改进 平时用这个手机 APP重载的概率也确实高一些 随之而来的影响 在我们的应用两轮打开测试里 Z60Ultra第一轮用时一分半 还可以 但在第二轮开始 因为后台乱成了一锅粥 像卡顿啦 吊针啦 吞动画啦 这些问题都冒出来了 总用时 2分54秒 跟其他主流厂商旗舰 差了一个深味 科系可贺 MyOS的小创模式 并没有落后于主流系统 下来微信通知 可以用小创回复 或者你多任务界面 直接点小创图标也可以 感谢Nubia 没有把它放到二级菜单里 不需要一个个点开 确认软件是否支持小创 你也可以在应用内 上滑拖动到右上角 开启小创 这个也是目前最常见的打开方式 最后当然就是游戏模式 你可以自定义常用的软件 方便玩游戏的时候 查看功率 Z60Ultra的MyOS高刷覆盖率比较广 开智能模式 只有抖音跟相机会锁60帧 就算切换到120帧模式 也没有特别大的改进 如果你需要更极致 你得去开发者模式 打开锁定刷新率 这样抖音也是120了 不过相机还是雷达不动60 注意别找错了 开发者模式里 有一个刷新率智能切换的选项 打开以后 屏幕的亮度会变得很低 刷新率也会锁60 现在MyOS的微信跟QQ 即便是没有锁后台 也能正常接收消息了 但其他第三方软件 就不能保重了 库安有白票米push的教程 需要的可以去研究一下 MyOS14相比于上代 我感觉变化不大 主要还是跟着大部队 再去优化升级 小组件变成了纵向列表 看着一根直观 当然也少不了新增小组件 除了应用建议 部署这些常规的 诺比亚也做了个性签名 任务打卡 这些验证项的组件 以前只能在第二桌面 用的大护标 现在也端上来了 大问题价也有了 如今 虽然MyOS14还是两套桌面 但这次诺比亚 已经打通了相互的界限 有点类似于橘子1.0的操作 但目前还没有合并 努比亚在全线管理方面 也做得不错 什么软件 什么时候 翻看了有哪些东西 全都一千二出 最绝的是 它可以关闭 加速度传感器的全线 不用怕摇摇乐广告了 所以可以说 这个系统 什么都不缺 甚至可以说应用精油 但是相比于头部品牌 差的有两点 一个是优化 相同条件下 太容易卡了 其次 就是缺乏一套 独属于自己的美术风格 那缝合 也就不利于讲故事 你看那个ColorOS 主题是水生万物 一听就非常的高级 一家厂商 什么皮类手机都做的 好处就是 必要的时候 可以互相帮一下 就比如爱库 在VIO算法的帮助下 在游戏手机那堆里 有着极为出色的拍照能力 而中兴同样 Nubia Z6 Ultra 最牛逼的是 它虽然叫影像旗舰 但它的游戏模式 基本是从红膜那套搬过来的 不仅机面设用库 专业程度 更是吊打很多一线的厂商 之前我们不是总说 谁谁谁温控太严格吗 Nubia这次非常生动地展示了 什么叫视温控如无物 我直接开启它的破坏神模式 你别说这个名字 确实挺中二 老规矩 原神启动 根据PerfDog的数据 Z6 Ultra半个小时平均 60.3帧 一条直线基本没有波动 并且稳针指数0.1 是我们测过所有手机里最低的 那这个游戏表现看似不难不惊 但实际上机身的最高温度 已经来到了50度 一看功耗8.8瓦 这已经不能用激进来形容了 关键是Nubia还特别的耿直 全程没有降亮度 全程 这特别是影像旗舰 压力更大的星铁 Z6 Ultra一开始就非常的稳 13分钟之后才开始掉帧 跑完全长平均59帧 整机功耗这回直接突破9瓦 机身最高52.5度 虽然我要用一具投铁来夸它 但如果你真要玩 还是备个散热夹夹吧 这次新增的充电分离 Sofre应该都有印象 它可以绕过电池 给手机直接供电 还是玩游戏的时候最管用 插上原装充电器 觉醒模式跑半个小时原神 这率还是跑满 电池功耗却降到了2.1瓦 同时机身最高温度 降到了43.5度 如果不开这个模式 边充边玩 机身最高温度差不多就46度 因为我们前面说的 它在SoC上提长焦 所以这些人用Ultra 不管是正面还是背面 都是潜望镜 这是最烫 一开始我是这么拿手机的 后来我就只能用无名指 顶着下面玩 其实游戏党用这个手机 不用非得用破坏神模式 你就算不为手机考虑 也给自己的手考虑考虑吧 觉醒模式原神照样能跑满 温度也会降到44度 真要挑战更高的难度 虽然正常的散热夹夹 包不住这个长焦 但放背面也算是更有余地 也就是最近两三年 Nubia迷上了大电池 别人4500 它5000 别人5400 它直接6000 不得不说 这个容量压迫感是真的很强 实测最终剩余63% 在我们的数据库中 毫无疑问排第一 这次随机附送的 都是支持PD协议的 80瓦充电头 线也是C2C的 平时给身边什么iPad iPhone也都能正常用 但可能是因为电池太大 用原装充电头 UI充满这台手机 大概需要39分钟 如果是完全停止捐留 还需要再花半个小时 手机本身接触线也不错 用第三方PD充电器 能达到65W的功能率 唯独是它没有无线充 要知道Z40 Pro 甚至还是安卓第一个量产 类似MagSafe的 如今 无线全都卡了 真有点可惜 我估计还是重量 如果再加上这个无线充电 那手机估计就得奔260克了吧 马达依旧是0815 振动力度不算很大 但它打字刻刻分明 一直按删除 也会变成一个合格的机关枪 那目前不同的输入法 我心中的排名 微信大于SOGO 大于安全键盘 在27个场景中 它振动的适配率 达到了59.3% 不算多好 但也不算特别拉胯 作为一台售价4299的小众旗舰 Nubia USB接口速度 倒是给的很满 跟小米14 Pro同款 实际的USB3 附着一个4D文件 Nubia甚至还比小米快了3秒 它也新增了对IP68的支持 还是不错的超薄指纹 它的下扬声器 依旧是瑞生的115K 但听筒位置声音更有力 双眼的效果 整体是人声更好听 对比之下 Z50 Ultra听着就像漏风一样 但在这台手机 随之带来的就是后盖共振 也更明显了 留在爱人的身旁 在妈妈露去的时光 听它把耳识慢慢讲 也祝你无论少年养 也无惧能被发苍苍 若年华中将被遗忘 记得你啊 欢迎回答 欢迎回答 啊 欢迎回答 欢迎回答 说你踏过千重了 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在妈妈落去的时光 平它把耳识慢慢讲 在国内一提到通讯 大家现在最先想到的是华为 但别忘了中兴也是正儿八经的通信巨头 他们家的业务在全球能排得上第四 今天就趁这个机会 带上Mate Learning Pro来比一比 信号通畅 两台手机的表现都比较符合预期 联通电信下载速度大概是7-80Mbps 移动能到300多 信号很差的地方 华为的联通电信不仅失败次数更多 下载网速也不如努比亚 那换成移动就两极反转了 努比亚失败四次 华为仅失败一次 所以如果5G网络下 两台手机你真的可以说有来有回 甚至可以说华为小胜 但是到了WiFi环节 努比亚相比于华为就完全没有优势了 网速稳定性双双落后 所以这么一台手机 虽然我们嘴上叫它小众 但是和这个价位的其他大厂手机比 它该有的硬件 它大部分也都有 目前差距仍然来自MyOS 感觉努比亚总是慢一拍 不过好在缺了东西 也是最起码是会在第二年给加回来是吧 对系统有很高要求的 咱们不如明年的潜谈再见 我说Z6 Ultra是影像新物种 不是因为它发布会一半的时间都在讲相机 也不是它说各种丢打有伤 而是努比亚这种和别人不一样的思路 在今天逐渐的成熟 首先努比亚的相机玩法非常多 先说一个 可能有的小伙伴不知道LUT是啥 你可以直接理解成是对每个颜色单独调色的高级滤镜 咱们一般都是用相机拍完照片 再回家导进电脑 再一个一个掏LUT是吧 那努比亚可以直接把这个流程移到前端 导入LUT以后 它就可以变成你相机一个内置的滤镜 拍摄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调用预览实时效果 它的出图跟你拍完原图 再去PS里加LUT完全一致 哈苏姆 莱卡 蔡斯 富士 你想喝这一脸就能喝这一脸名 当然这个功能也不完美 努比亚的五个滤镜里自定义LUT只是其中一类 不同的拍照模式支持的滤镜种类也都不一样 我这里列个表啊 专业模式支持自定义LUT 但是更常用的自动模式跟人像模式却不支持 那录像呢只有1080P30跟72.30支持加滤镜 但是同样不支持加自定义的LUT 第二点努比亚的人文节拍 轻轻一拨侧面这个视频眼镜就能打开这个相机 并且这次的按键位置更加合理 拨回去呢就能快速的回到刚刚你所处的位置 那这套操作非常适合那种想随手拍快速拍的需求 但是啊 努比亚你要是能稍微再接近一下小米 体验可能会更好 比如小米启动抓拍模式进入相机的一瞬间 就会自动帮你拍下一张照片 并且它还做了单真的HDR 努比亚还得你手动再按下快门 并且几乎没算法 在这个界面里 Z60Ultra在预览框之外新增了皮质纹理 参数调节的按钮也变得更立体 横着看手机啊 辨机按钮从下方挪到了右边 右手可以轻松构道了 RG菜单里还藏了一个超宽画红模式 它可以拍摄65比24的超宽照片 只不过这个拍摄界面 X-Pen表示很熟悉 下面还多了光圈焦距 快门速度ISOEV的显示 如果你不想看这些 按左边这个锁 马上进入剪接模式 Z60Ultra还新增了复古音颜 相比于更偏向现代数码相机那个味儿的经典音颜比 它这个复古拍出来的颗粒感更粗糙 而且不均匀 设置里还有粗细两档可调 你别说 虽然它不叫什么莱卡哈苏 拍出来的还真挺有感觉 就是打开这个模式 拍照延迟比较大 大概一秒拍一张 可能P图确实需要一定时间 努比亚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你可以选择白平衡包围 或者曝光包围 它会一次性拍三张白平衡 或者曝光不同的照片 你选择HDR可以后期手动合成 但是这样一来 先是拍照需要的时间变长了 不适合抓拍 二是导进PS和声的过程 也特别的麻烦 除了这些 在Z60Ultra的相机里 你可以找到光辉 它的效果有点类似于 华为的流光快门 这个克伦的效果 有点类似于小米10青春版 那个魔法分身 那小米手机今天已经没有这个功能了 努比亚有 除了我们熟知的超级月亮 努比亚还有智慧月亮 多重曝光 这个是模拟胶片的功能 相当于把前后两张照片融合在一起 再加上努比亚祖传的拍星空 拍星鬼 总之 它非常适合 想在手机上体验各种新奇功能的消费者 并且它这次还新增了 预露制功能 开启后 它可以记录一下 你按下快门前20秒的内容 最高支持1080p 60帧 这功能在一些运动相机 比如大加Action 4 还有一些超高速摄影机上都有 不管是工作上多留一点余量 还是生活里多一点去 我觉得都还不错 如果你是专业的视频工作者 那对于升格一定不陌生 Z6 Ultra的三颗镜头 都支持4K120帧 45路 三台A7S3 十色超光角跟长焦对比4K60 120帧的锐度没有损失 能连续录15分钟 除了画面还能记录声音 并且支持机内慢放 我的评价 它是有实用价值的4K120 而35毫米主摄下的4K120 画质有明显的下降 我们推测 大概率是跳散样 当然4K120同样非常吃光线 特别是长焦 本身进光量不太大 就算是白天的室内 可用度也不算特别的高 并且它这个对焦也会迟钝 偶尔也会出现 很长时间缓不过来的问题 这点倒是跟相机有点像 并且新的版本下 你可以在相机界面 通过二次点击来快速切换 24、50、170毫米焦段 这点比上代要舒服很多 这可能是唯一一台 超光脚传感器 比主摄更大的手机 支持自动对焦 并且诺比亚非常罕见地 给它上了公共区防抖 F1.8计算等效光焦后 它的进光量 在超光脚阵营里是T0水平 我想问大家一下 超光脚主摄长焦 平时你用的最少的是哪一颗呢 它这个18毫米的生活 真的是有利于构图 但是它也真的不够广 有的时候还真就是后退不了那几步 别人能把这个楼或者风景拍全 你就拍不全 这个就是有跟没有的区别 还是看大家的需求 你也可以说 18毫米不算经典的超光脚镜头 甚至不算超光脚 但和那些动辄12、13毫米的超光脚比 Z60 Ultra的素质就是更好 毕竟说夸张点嘛 这就好比拿主摄 跟人家的超光脚比起心理 到晚上 努比亚这个18毫米广角 在这一堆里 完完全全就像个主摄 画面又亮 细节又丰富 越说 我就越想起来 当年华为Mate 402S上 那颗18毫米的高速的超光脚了 比了一圈 还是感慨时代的进步 Z60 Ultra几乎是全方位的领先 而努比亚选择18毫米的勇气 就是它跟主摄有足够且合理的焦段差 虽然它的底没那么大 但是相同构图下 它比一英寸的虚化量更大 这波是完完全全跟主流友商错开了 那35毫米其实你可以叫它中焦 视野相比23毫米画面元素更少 并且这个焦段更接近双眼的视角 所以它拍摄的照片 不仅比23毫米更舒服 更好看 而且更自然 现在很多手机开始允许 你把主摄设置上35毫米 但相比于裁切出来的画面 原生35毫米的努比亚显然更胜一筹 至于主摄 从MX787升级到MX800 实际用来成像的面积大概是1.56英寸 配备1G加6P的晶片组合 因为是焦段错位嘛 白天在相同的距离下 Z60 Ultra主摄的细节 自然都能超过那些23毫米的1英寸旗舰 并且画面的畸变控制的也不错 努比亚在官方说 自己的主摄在相同构图下 也能干翻1英寸 但是我们没有成功浮现 相同距离下 努比亚的解析力依旧会有优势 但是在相同构图下 Z60 Ultra的画面烈化 比1英寸要更严重 但目前估计 35毫米端 锐化加的有一点多 不放大还好 主要是采集后的50毫米降张 会更加的明显 Z60 Ultra反而不如Z50 Ultra好看 入光拍摄 首先这一代的体验比上代要更好 专权的时间更短 成像素质也更好 但终究还是被小底限制 遇到特别优秀的 比如23毫米再裁切的Vivo 努比亚同距离 仍然没有明显优势 但这个没有明显优势 其实已经是劣势了 因为这样的话 Vivo理论上 在23到35毫米 都有比它优秀很多的画质区间 长焦这部分没什么惊喜 OV64B 二分之一英寸 光圈 F3.3 精光量在旗舰堆里算是偏小的 意境表现一般 成片的景深也不够浅 如果你想靠怼近的拍来 让景深变浅 不好意思 小半米的最近对焦距离 会让你非常的难办 最高就是30倍变焦 高倍率细节也不太行 复杂光线下 紫边也比较严重 对焦速度略逊于主流的旗舰 有时候着急 你得多手动干预 不过有一说意 85毫米作为经典的人像镜头 诺比亚的人像模式 系列换业能力 皮肤质感不如OPPO跟Vivo 但比疯狂魔P的小米好很多 人脸对比度 在OPPO跟Vivo之间折了个钟 并且这次你打开录像 Z60 Ultra默认会使用 18毫米的镜头来录制 比别人更广 也有更多的余量做防抖 4K60帧 它的超过角相比于各家主摄 画面更广 防抖更好 但细节没那么强 35毫米录制的4K60 比别人视角窄 细节更清楚 但有种防抖角度不够 触底的感觉 特别的生硬 这些都是焦段的区别 导致的差异 当然小省的相机体验 也会有那么不好的部分 你得忍一忍 比如三射切换没有动画 甚至还要跳一下 4K60录制中 不支持三射切换 再比如它的AS试围能力不太行 会把虚化光斑 识别成人脸 再再比如 最近几年 各家不是都给了影调吗 努比亚Z600Ultra 这次也给了 叫艳丽 但目前 这个固件 它真的只是把保抖度给拉了一点 风格化 还不如粗粒银言来得强 所以怎么评价 Z600Ultra的影像呢 首先 我很庆幸 努比亚没有把35毫米 当成噱头 只用一年 而是宝石 跟主流旗舰 错于竞争 然后逐步的改善 不管是通过SIMUS 还是晶片组合 今天 我们看到了一个 素质更强的 35毫米主射 另一颗 广角也没有追求广度 换成了素质 遥有领先的18毫米 人文介开模式 不管是安静的位置调整 还是功能上的丰富 布局的优化 再加上相机菜单里 各种各样的体验功能 都表明 努比亚在做影像这个事儿上 是花心思的 但不够顶级的算法 过窄的超广角 没有微距 素质也不够好的长焦 让它在今天离顶级影像旗舰 还是有那么些距离 不过考虑到 它的价格跟小米14差不多 那我认为 它的影像表现 是超出预期的 能一定程度兼顾好玩跟好用 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顺着这个思路 Z70Ultra 超广角宝石目前这个素质 能不能弄到15到16毫米 长焦这个大光圈 跟微距安排上 算法在进步 到时候 弄比亚 可能真的就是自成一派的 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 不只是颠覆性的产品 我们同样期待 一个问题的第二种解法 比如想提升相机的效果 各家都在卷大底 三星是想办法去提升景容 苹果是靠多振合成 2400万提升细节 华为靠可变光圈跟RIB 我们现在习惯20多毫米的主射 但或许另外一个次元 35毫米的主射是主流 23毫米是一类 我相信大家还是会去选择主流方案 毕竟消费者哪会关心你的主射 到底是多少多毫米焦距呢 机圈是个围城 但最好的时代还是百化西方 曾经的锤子 魅族 黑沙 还有金星的努比亚 那这些老玩家 今天要么退坑 要么卖号 那魅族呢 每次开发布会 还得顺带着卖点汽车 老罗曾经的话虽然难听 但也不是没有道理 你如果是被包养呢 就不要谈独立人格 真的很奇怪 努比亚跟锤子魅族这种白手起家的还不一样 努比亚的爸爸是中兴啊 还是颇有实力的 你需要人家小众 人家还有实力再搞一个子品牌 还是做那种不太挣钱的游戏手机 而努比亚虽然是富二代 但很有想法 Z9的无边框 X的双屏 α的环绕屏手表 再到如今的屏下摄像头 虽然暂时没法面面俱到 那就抓住一两个点 钻研下去 补习端板的同时 还要加快延长自己的长板 扩大自身优势 它也不像某些品牌过于追求十根远方 作为老牌大厂的孩子 努比亚显然要更脚踏实地 Z6的Ultra这次价格没变的情况下 有了更好的超广 IP68 更大的电池 作为8G3旗舰 它属于旗舰里的小众机 小众里的性价比 那现在手机为什么越来越趋同 对于厂商来说 单独定制太烧钱 用了还不一定能成 对消费者来说 大家都有从中心理 别人都有你没有 那他们就不买账 小众品牌真的很难过 酒香也怕巷子深 心下随便一问 红魔是啥 努比亚是啥 魅族不是做MP3的吗 完全没听说过 所以为了生存 有些时候 厂商的营销会走一些旁门左道 甚至不惜炫发过猛 偶尔还蹭个热度 作为消费者 我可能会讨厌 但是在这个行业久了 我只能表示理解 那不伤天害理 想活下来有什么错呢 努比亚的发布会上 或多或少也有点用力过猛 给人秒天秒地秒空气的错觉 但挤掉这些水分 这台手机买到手 我发现 它在产品层面上的努力有很多 如今 它已经魅族之后 加入了一秒破亿的家族 不管是一心一意 坚持推出良心的产品 还是极尽全力整心活 我觉得 只要能给机器材带来 更多更有意思的东西 这种品牌就值得我们尊敬 这种产品 我也敢推荐给想场数的朋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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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